第37體37-39是個體組 藍牙模仿伽利略的實驗 它將一個質量為2公斤的小球 靜置於光滑鋼板的A點 使其自由沿斜面滑下 經水平面最後達到另一邊的斜面S點後停止 隨機又往下滑回 如下圖 若全程不計空氣阻力 回答37-39體 37體是問 圖中H1、H2分別為AS2點與水平面的垂直高度差 則H1、H2的何者較大 我們知道伽利略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所提供的想法是慣性 也就是說東西會回到它原來的高度上 而我們現在學過了機械人手橫、力旋人手橫 從A點放下來它的位能換成動能 然後到達Q點移過來 到達在往上升的時候 就變成動能換成位能 因為全程沒有摩擦沒有阻力 所以能量沒有損耗 所以未曾換成動能跟原來的位能一樣大 位能換成動能也跟原來的動能一樣大 也就是說 最開始的位能跟最後結束位能是相同的 那麼位能相同MGH 所以高度就會一樣 所以第三層心理問我們說 則H1跟H2的何者較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C 一樣大